都加魔法就搗蛋 许多小小朋友 趁着万圣节加年华 扮成吉普利动画角色 除了龙猫小魔女琪琪都在练 艺人安娜也扮成最新电影 安娅与魔女当中的女主角安娅 从孤儿院被一对巫师收养的安娅 依学习魔法作为交换成为女巫的助手 没想到日子一天天过去 女巫根本没有要教她魔法 安娅决定跟会说话的小黑猫 一起展开反击大作战 这是吉普利在台睽问六年 首部3D动画星座 两个小时的时间 希望我的眼睛可以再大一点 好像现场很多小朋友都厉害 比我更用心的感觉 就有点酥有点不甘心 而帮安娅做中文配音的人就是安娜 为了电影宣传出席活动 现场也号召了许多吉普利粉丝 一起共襄胜举 今天拜场安娅 用的人比较辛苦 我用了一个小时 很好玩 而且看到非常多的小魔女 然后看到有人还拜安娅的 我就觉得太跟不上进度 安娜还带着小朋友游行 一路从天母运动公园 走到外面商家 宛如真的抵达动画世界 而她的阿姨张惠妹 也有关心这场活动 她有知道我今天会来做活动 然后她就说叫我防疫做好 然后开心的跟小朋友玩这样 至于会不会跟家人 包括将会们一起在家狂欢 办万圣节party 安娜说感觉可以把握一下 而现场还有许多大小朋友 扮成小僵尸碰堂 甚至脑筋急转弯的角色 万圣节气氛浓厚 如今疫情趋缓 难得的户外活动 也让大小朋友 嗨翻天 TVBS新闻和关闻与Patreon推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